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麻烦。 今天,神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量, 圣经。 请你, 好似以色列人一样,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 领取新鲜的抗野马腊。 听众朋友, 欢迎你收听《抗野马腊》, 我是周清风, 今天,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 耶稣恩守。 愿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耶稣恩守 每一次的触碰和其中的温暖。 请听《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八到四十节。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仗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后晚了, 日头已经平西了, 请你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和他们住下。 到了坐植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触借了, 抹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如见十一个仕途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现及西门看了。 两个人, 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抹饼的时候, 怎麽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片。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笑云。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仇犯? 为什么心里起而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云, 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 给他们看。 我们继续思想, 耶稣恩守这个主题。 罗亚方舟上面是没有陀的, 因为方舟始终在神的恩守里面。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 见风转陀。 方舟可以见风, 但是, 就没有陀可以转。 因为神的手, 就是方舟的陀。 神亲自引导方舟, 罗亚要做的, 就是顺服。 洪水泛滥在地上面四十日, 水不断地涨, 就将方舟从地上面飘起。 方舟没办法航行, 只能够在水里面漂流。 罗亚一家八口, 只能够依赖神的恩典来航行。 方舟要漂流多久, 要停在哪里, 神有传盘的计划。 他早已一切都看到。 有一首诗歌叫做《罗亚方舟》, 歌词讲道, 一只没有陀的船, 是罗亚方舟, 它会上升避开洪水, 漂流四方等水退, 每一天期盼水退下来。 在每一日的等待, 神的恩慈仍在, 这是对你我的爱。 神知道方舟, 要飘到哪里, 停在哪里。 罗亚是不需要忧虑的, 只需要耐性地等候, 将所有的忧虑, 彷徨无定的重担射给神, 信赖祂统治护理的权能。 神的手是大能的手, 祂的手托着万有, 没有人能够拦阻。 有神施恩的手帮助尼希米, 祂就可以克服万难, 带领以色列的百姓, 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 以色列记七章六节提到, 这以色列从巴比伦上来, 祂是敏捷的民事,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 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王允准祂一切所求的, 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祂。 第九节, 正月初一日, 祂从巴比伦起程, 因祂神施恩的手帮助祂。 五月初一日, 就到了耶路撒冷。 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又提到, 以色列说,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 是应当清重的。 因祂使王起者心意, 受识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又在王和谋事, 并大能的君长面前施恩于我, 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众招罪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以色拉记八章二十二节, 以色拉说, 我们神施恩的手, 必帮助一切尋求祂的。 大威尋求神, 神的手扶持祂, 使祂经历压沙龙半变之后, 还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做王。 保罗, 要我们知道, 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多么浩大。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 他说:"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有神施恩的手帮助, 我们就可以放胆地做功。 无论多么困难, 在神的恩手带领之下, 祂定要做的事, 必定能够做成。 《斐纳比书四章十三节》, 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保罗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指以被召的人。 神能够将万事配搭在一起, 使他们互相效力, 最终叫我们得着益处。 哪怕在人体里是极为不利的环境, 神都可以扭转。 信心就是虽然我们 集所有不利的因素于一身, 眼前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自己快乐的事, 依然可以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 洗母变为有的大能者, 最后发出哈利路亚的赞美。 美国大报道家葛培里木斯这样说, 他在各处旅行的时候经常会发现, 凡在心里有天国的人, 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 都能够保持宁静和喜乐。 加以文亦都这样说过, 就人而论, 不管是好人或歹人, 基督徒甚至, 他们的囚算、意志、努力以及能力 都在神手中, 并且神随己以扭转这色人的心, 也使他们照他的意志行。 浸言二十一章一节, 所罗门提到,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将龙溝的水随意流转。 神体不见的手, 和以斯帖、抹底改和犹大百姓同在, 保守他们在波斯帝国安居乐业, 之后更激动古猎王的心, 下照容许他们从秘老的地方归回。 主既然能够用大能的手托着天地万有, 难道他就不能够保护我们, 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吗? 教托就是对我们所担心的事放手。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依靠神, 只是靠自己苦苦地支撑。 神要我们靠他的右手, 他的磅臂, 和他面上的亮光, 他的眼目, 偏擦全地, 要显大能, 帮助生存诚实的人。 当你诚心地将神当神, 只要一放手, 主的双手, 就会托着你, 那一对托着万有的手, 就会在你身上成就那些, 在人看你根本不可能的事。 乔治穆勒曾经这样见证, 自从我们的经费有了缺乏, 所得到的捐款, 差不多都是从意想不到, 想不到的来源而来的。 这件事, 使得神的恩手更加显而易见。 帝兄姊妹, 无论今天你所住的环境是多么恶劣, 你要知道, 你依然是在神的手里面的。 遇到任何的艰难, 再没有什么比紧握神的手更加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终身的事都是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 无论环境是怎样, 依然要倚靠他, 在他里面寻求平安。 施暴珍也曾经这样说过, 那对荣耀的手创造了世界, 也都可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 那对永远都不会累的手, 是支撑着地球的大厨, 也能够支撑着我的心灵。 那对人爱的手, 还抱着所有圣徒, 也能够安抚我。 那对大能的手击败到敌人, 也能够征服我所有的罪业。 神的手介入了历史, 施行救恩, 因为神没有收回他的恩手。 任凭我们回头, 所以, 我们跟随主直到今天。 如果不是神用手参抚, 我们一失脚, 就会全身跌倒一血不振的了。 主耶稣的手是医治的手。 马后福音日像, 四十到四十五节这样记载。 有一个掌大麻风的, 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 必能叫我结静了。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说, 我肯, 你结静了吧。 大麻风即时离开他, 他就结静了。 耶稣怜怜地祝福他, 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謹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吸制师擦看, 又因为你结静了, 献上摩世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 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全弱开了, 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 只好在外边抗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就了他来。 这个来找耶稣的麻风病患叫什么名, 我们不知道。 根据《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记载, 他整身都生满了大麻风。 奴家医生很详细地记下了 这个人生大麻风的情况, 表示了这个人的麻风是很严重的。 根据《旧约利未记》十三章, 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记载,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蓬头散发, 梦着伤唇, 喊叫雪, 不结静了, 不结静了, 再病在他身上的日子, 他便是不结静, 他既是不结静, 就要独居迎外。 这个大麻风患者, 没有被自己和耶稣隔得远远, 他来求耶稣, 《路加福音》记载, 他看见耶稣就苦福在地, 求他说:"主若肯, 必能叫我结静了!" 他为什么会来呢? 相信是因为耶稣的爱心, 和乐意医治人的名声, 传遍了那个地方, 使得这个大麻风病患, 大胆地前来求耶稣, 这个全身都生满了大麻风的人, 不愿意坐以待毙, 他要起来采取行动, 哪怕只是捉住一丝的希望, 他是带着信心走来的。 当耶稣见到这个全身都生满大麻风的人的时候, 他动了慈心, 耶稣了解他的痛苦, 知道他被隔绝的一份孤单, 被人离弃的一份绝望, 知道他的无助。 耶稣听到他的呼求, 他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地说:"我肯, 你结静了吧!" 这个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耶稣其实可以只是说一声他就会好, 但是就刻意伸手摸他, 用触摸来表达他的同情, 表达对他的爱和接纳。 耶稣也曾经医好生离就麻眼的人, 叫他重见光明。 《马可福音8章23节》记载:" 耶稣拉着核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就套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 耶稣拉着核子的手, 也拉着我们的手, 令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让我们重见光明。 我们知道, 泥土其实没办法使自己成为器皿, 除非在姚像的手里。 耶利米书18章6节, 神说:" 例在姚像的手中怎样, 你门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主的手, 就是考像的手。 当我们将自己交在他的手里, 给他来管理, 顺服他的引导, 就会惊叹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 他用他的恩典和能力, 塑造我们的一生, 使得我们在他的手里, 成为他恩典的杰作。 主的手, 从来都不会失误, 在他的手中, 没有任何的拜不。 他会使得污蔚变成清洁, 使得破碎变成缘好, 使得平凡变成不平凡。 主是好牧人, 他要按住心里的纯正, 手里的巧妙, 来引导我们。 试图行转十章三十八节, 彼得这么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告拿撒勒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就留四方行善事, 以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主耶稣在地上成为人子的时候, 他的双手不断地为人带来祝福, 他摸过无数的病人, 令他们得医治。 他曾经叫拿恩成寡妇, 死了的儿子复活过来, 又叫熬老的女儿复活, 以后也叫死了四日的拉撒路复活。 他叫那些被压制的得自由, 令到受苦的有欢乐, 那些不拒绝他, 不把他的手振开的, 就会得到祝福。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还将他的手和脚给他们看。 《勞家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 耶稣说:"你门开我的手, 我的脚。 主耶稣留下了人在他身上的伤痕, 手上的钉痕, 勒旁的枪伤, 是要提醒我们, 他是有多么爱我们。 今天, 他依然带着钉痕的双手, 仍然是日日地引领我们。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他依然会每一日 向我们伸出他慈爱的双手。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作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作, 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主耶稣忠于天父, 他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 主耶稣欣勤地作成 扶要他做的功。 今天, 我们的双手都不应该走难, 因为主愿意我们的手 成为随时会应他旨意的手。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雅各地说:"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主要我们安稳在他的手里面, 以靠他所赐的能力, 做他的双手。 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里面所说:" 我这两只手, 尝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附助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就等我们仰望主恩手的扶持, 在未来的日子, 信赖主恩手丰富的预备, 并且效法祂随时伸出我们的手, 去帮助那些主带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 你的恩手一伸过来, 就将一切都更新。 你爱我们, 你的手经常按在我们的脈搏上面, 教导我们, 指示我们当行的路, 定正在我们身上圈戒我们。 主啊, 是多么奇妙, 我们在你的手里得到保守, 若不是你恩手的扶持, 先在人的心里动工, 藉着赐给人信重的圣灵, 在人的心里做见证感动人, 我们传福音就不会有果效。 但是, 你乐意向人施恩, 你的手随时预备好, 要来服侍人。 凡在你面前来的人, 你一个都不会放弃。 所有将自己交托给你的人, 你的手都紧紧捉住, 保守他们直到永远。 多谢你这么爱我们, 愿你的爱吸引我们, 激励我们, 叫我们一生都爱你, 甘心你都去侍奉你。 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你哪里有任何的意义。 要等待你, 你女人的感觉, 你 notification是可爱。 啊! 我让你成为一生都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